黃國昌不是看著黑影子在背景嗎 今天不是黑影喔 是有鬼 今天有鬼啊 有貓膩啊 在這裡 為了建商的一千五百億元 叫我們盧洲 世世代代的子孫 從公園預定地 要變成批發市場用地 果菜批發市場 牽到盧洲來 圖利利百代集團 你黃國昌可以接受嗎 不好意思喔 你裝無辜 現在發現你 幫了財團多大的一把力啊 我說了 說了 你現在在說 我又不知道 你裝無辜 踐踏盧洲人 世世代代永遠要塞車 你要選市長嘛 你來評論一下侯友宜這個選址 還有這個程序 有沒有圖利到三重的利百代集團 和華電財團 要再一次的拜託黃國昌 出來打球 我今天在這裡 真正的 發自我內心的 我要感謝黃國昌委員的無知 因為黃國昌委員這麼的無知 對盧洲 因為不知道 然後還敢在那裡大放厥詞 所以我今天才有機會 可以把三重果菜市場 這個遷移到盧洲的不公平 盧洲人的委屈 今天才可以這個跟大家公開的說清楚 2020年的7月號 我就發了一張公文 給內政部和新北市都委會 呃城鄉局 我們要求他補辦公展 為什麼在2020年 我們我突然發文要求補辦公展 是因為荒謬的是 新北市政府都市計畫審查的時候 我們去參加的時候 他都還是公元二次 可是他審查結束 突然變成他是批發市場用地 送到中央來 突襲盧洲人 程序不正義 所以我主張的理由說 原公展的內容 跟送到中央來的都市計畫的圖說和內容 不一樣 所以要求補辦公展 然後呢 侯友宜也很聰明 他都沒有告訴盧洲人這件事 就突然來盧洲 邀請了里長 然後有一個茶會 叫三盧茶會 各位聽清楚喔 這不是這個都市計畫的說明會 也不是聽取大家意見的公聽會 只有邀請盧洲的議員 立委和里長茶會 茶會的時候呢 他就告訴大家 這塊地 未來叫做銀河灣 想了一個很漂亮的名詞 叫銀河灣 意思是說 果菜市場要搬到這裡來 當時在茶會的時候 我跟他也反應了很多點 其中最重要兩點 第一點 你這個事情 盧洲人完全不知道 我要求程序上要補辦公展 要讓盧洲人再次的知道 計畫已經改變了 公園不見了 變成批發市場 要補辦公展 第二 這個塞車本來就很嚴重了 所以你應該要建立一個 從60次拉一個專用的車道 連結到批發市場裡面 讓這一些中南部上來的菜車 要來 早上要進來批貨的 這個小客車 都應該有別於我們的市區用路 要有一個專用的配套 這樣子才可以 否則我們的交通是承受不了的 這個茶匯 因為是茶匯嘛 茶匯而已啦 他們 不願意 我們所反應的都沒有人要聽 我要講這個荒謬是因為 這個 這個 這個太離譜了嘛 黃國昌不是看到黑影大家開襯嗎 今天不是黑影喔 是有鬼 今天有鬼啊有貓膩啊 在這裡 所以我今天很感謝黃國昌 剛好藉這個機會 他揭壁專家 他不是最急功浩義嗎 不是最會茶壁嗎 請他來談談看 來三張放在一起 你知道嗎 三重國菜批發市場的都更案 最右邊這一張 你們的左邊 都更案 如果把果菜批發市場拿走 拿走 這裡變成全部商業區耶 然後為了這個開發商的利益 我們翻 翻一下 他們新北市政府的會議紀錄 發現 裡面有人在反應說 奇怪了 整個立百代集團 立百代集團 所主導的這個都更案 地主 擁有最大土地面積的地主 是36%的 新北市政府 怎麼都沒有人在主導 把這個都更案的主導權 最大地主自己放棄掉 都交給立百代 為了建商的一千五百億元 叫我們盧州 世世代代的子孫 從公元預定地 要變成批發市場用地 他沒有公展 沒有在他們都市計劃審查 沒有一讀 沒有程序委員會 直接敬負到中央來二讀 然後還怪二讀的程序太慢 中央卡關 然後黃國昌吃米粉 在發修 他說 三讀三讀三讀 馬上通過馬上通過馬上通過 你不知道 各位啊 最講程序正義的 最委員會中心主義的 果菜批發市場 牽到盧州來 土利利百代集團 你那無知就算了 你昨天還很無辜 說被罵了 你好像很無辜 你說你又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可以在那邊 吶喊說馬上通過馬上通過馬上通過 你不知道 可以在那裡說給我馬上三讀三讀三讀 你可以在立法院說 我不要程序委員會 我不要一讀 我不要委員會 二 這個二審 敬負二讀裡面 要求三讀馬上通過 如果這樣講說得通嗎 你黃國昌可以接受嗎 你裝無辜 現在發現你幫了財團 幫了財團多大的一把力啊 你現在才說 我又不知道 你裝無辜 踐踏盧州人 世世代代 永遠要塞車 一直喊要通過以後 你才說 你不知道 這是專業的黃國昌嗎 這是專業的黃國昌嗎 叫你出來打球 你也不敢出來打球 叫你來辯論一下嘛 那沒關係 你這麼的遵從侯友宜 高度的肯定侯友宜的治理 那請問 侯友宜這樣子的土力財團 你敢不敢出來講兩句啊 我現在要說 那你也可以來辯論一下 你要選市長嘛 你來評論一下 侯友宜這個選址 還有這個程序 有沒有 有沒有土力到三重的立百代集團 和華電財團 有沒有 所以啦 我今天又說回來 普通時他看到黑影就開槍 今天有一隻鬼在這裡呢 這麼具體的有鬼 看到黑影就開槍了 有鬼不用出來抓嗎 查幣的委員黃國昌 我剛開始就感謝你了 謝謝黃國昌給我機會 有機會 有機會跟全台灣的人說 這個立百代集團 這三重的都根案有鬼 而且是建立在 把國菜市場避發市場 遷到爐洲 讓爐洲人痛苦的 要未來永遠痛苦的 活在交通夢業當中 謝謝你讓我有機會 可以讓大家清楚看到 所以我今天也要再一次的 拜託黃國昌 出來打球 要嘛 有鬼 出來抓鬼 我希望抓鬼大隊長黃國昌 你出來抓鬼 那我們快要抓鬼 哇 谢谢观看